主料,牛奶220毫升,红薯芋头泥150毫升,高粉530克,主料,油30克,盐6克,酵母7克,糖35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红薯芋头煮熟后,压成泥,红薯芋头泥放入面包鸡桶,加入改缆油,加入高粉,糖,加入牛奶,加入酵母,盐, 按下活面程序,揉好后,选择合风面包,揉出膜,面板显示还剩下2小时时,取出,分割成凉粉,擀开后,卷起,松弛10分钟后,再擀开,卷起后,放入面包机桶内,发酵好,炒好后,取出放凉,烹饪技巧,面包机用的是百脆PE8990X, 其他面包机可以参考做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